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緊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心事女 其實最近大家關心上海的疫情 可是說實在話的 我想美國自己本身也有疫情 可是在現在中美兩國 你在各方面當然都應該要加大合作才對 但是現在好像說要中美合作的 只是中方在單獨唱solo 你看大陸的駐美大使秦剛 他幾天前才去飛虎隊80週年紀念活動展覽 而且他現場還穿上了飛行員皮夾克一臉的帥氣 那他當然也強調了 就是說這個飛虎隊他這個歷史嘛 那他這個故事的傳送是中美並肩抗戰的壯舉 那麼談了很多 那最主要的就是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相關的這樣的故事 而唯一正確的中美的選擇 應該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講了很多大家又馬上又想起了過去的這段歷史了 可是你看看就在這個說要中美要怎麼樣來想辦法 在更加的合作的時候 你看這一幕就是在上海 你看美國國務院下令美國領事館 所有非緊急工作人員家屬離開上海 結果呢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他表示了不滿 而且還說是強烈的不滿 還說堅決的反對 提出嚴正的交涉 為什麼呢 因為認為美國把人員撤離啊 這個問題根本就是政治化以及工具化了 啊怎麼會這樣呢 一邊說我們要努力的合作要相互的尊重 可是呢 另外在美國這邊他做的事情呢 卻讓大陸感到相當的不滿 來韓兵你怎麼看 其實秦剛他去初始這個飛舞隊80週年 這個照我們看老實說台灣照理來說 應該覺得很奇怪 因為跟飛舞隊合作的是誰 是中華民國 那我們才是中華民國不是嗎 那理論上來講 這應該是我們要去參加啊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民進黨政府不想參加這種東西啊 因為他切斷跟中國大陸的關聯嘛 那反而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派了一個人去參加 那當然有人會酸說 你沒有看到嗎 那上面寫的是中華民國耶 但對他來講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 即使在飛舞隊來到中國的那個時候 中國共產黨 他也是整個中國裡頭 中華民國裡頭的一個政黨啊 他還在這個組織裡頭啊 只是後來他自己見證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放棄這個話語權 然後這樣子還在那邊去酸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能夠爭取曝光度 能夠爭取舞台的一個機會 就拱手讓給別人 我認為是毫無道理的 可是問題是儘管秦剛積極的拉攏 怎麼會發生上海這個事情呢 再來講 他如果是因為大使館的人被斷吹了 都沒東西吃了很可憐啊 那再來講應該是所有住在上海 所有的外國大使館全部都斷吹 因為大家都沒東西吃嘛 就跟那些有一些被困在裡頭的小區的居民一樣 可是我跟大家講這根本不可能 因為老共是傻瓜嘛 他當然會優先給這些外館提供食物嘛 問題來了 他提供食物給你你要不要吃 那美國不吃嗎 我覺得美國是拒絕接受這種東西 不然的話其他大使館應該同樣也有這樣的問題啊 就寧願不吃也要撤 因為很簡單嘛 他就是不相信你嘛 覺得你要送食物進來你是不是有陰謀詭計 是不是你在裡頭嘗個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不要 其實美國人向來的態度都是這樣 他什麼東西都是全部要經過他的安全監管之下 他才能夠讓他進大使館 所以他不信任你所以就不會讓你進來嘛 所以他現在是因為他挨不住餓 所以只好現在先把一下一間淺散出去 先讓你回去 減少裡頭的糧食需求嘛 原來是因為肚子餓的關係 但是問題是 我是覺得中國大陸這個抗議 其實也就是認為說 你美國自己在那邊 裝槍做事在做態度 為了你自己的需求 所以故意不吃這些東西 然後你還要搞得好像一副 都是我們沒有 攻擊你這些東西一樣 把它故意把它政治化 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抗議的一個原因啦 但是我覺得美國也不會甩啦 其實美國跟中國大陸在未來的 可見的那個時光裡頭 我覺得就會這樣 雙方好像有的時候會合作 有的時候會互相爭鋒相對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不會變的一個現狀 好所以呢現在你看到 是的確美國好像很緊張了 美國呢就是說要撤 而且還說要強制的撤 那當然呢大陸方面已經表示了不滿 可是呢美國的媒體也說了 上海疫情嚴格封鎖 連美國領館的陸戰隊員都斷糧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還有 領館的工作人員呢 甚至在發微信了 呼籲說同事們 要為海軍陸戰隊隊員省下一點食物 少吃一點 這個工作人員還在擬布的訊息說 海軍陸戰隊的食物吃光了 沒辦法接到送貨了 然後呢就說他們只剩下真空密封的口糧 所以看起來情況好緊急哦 趕快撤 非撤不可 所以接大使 那真的會有發生這麼嚴重而危急的事情 甚至還說趕快撤離嗎 不太可能 這個海軍陸戰隊真的 這個整個的這個後勤補給 實在太爛了 不過一個疫情風情 他就沒有東西吃了 那打什麼仗啊 對不對 你說這不是演戲 什麼叫演戲 對不對 軍隊都這樣子沒有計畫了 對我們以前在金門當兵 我們口糧充裕得很啊 軍隊你就是你的後勤補給 你是不會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團體啊 對不對 怎麼會說要餓肚子啊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就演戲了 所以大陸方面就說 你這是把問題政治化 而且是工具化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作秀 而且說穿了啦 你今天撤回去 美國的疫情比中國大陸還嚴重 不要演戲了 大陸比 第二次疫情 起碼控制比美國好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通常這些在外交的機構啊 在各國你有問題就找外交部 外交部會幫你解決的 像我們這個 我們台北外交部禮賓師的話 在台灣那些使領館有什麼問題 你一般老百姓搞不到糧食 但是政府一定會幫你這些 政府一定會幫你這些駐外 這個各國的這個外交機構 幫你解決 優先幫你解決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種 在常理來講都不可思議啦 第一個什麼陸戰隊都沒東西吃 然後你明明是一個外交機關 對不對 外交機關你不要光你那些什麼 免稅煙酒都不要堆了幾個倉庫 東西怎麼會缺嘛 那你有缺的話你就找上海的這個 上海市政府專門負責這些 外交機構的這些供應嘛 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管道的 對 各國都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 就純粹作秀導彈 好 不過呢 當然這個美國啊 這個介大使認為說是嚴很大 可是另外一頭別忘了 現在呢你看整體來講 大家在面對這個俄烏戰的時候 都在什麼 想方設法的要來修理俄羅斯 那結果呢連國家寶藏也不放過嗎 怎麼說 芬蘭以歐盟制裁為理由 扣押了俄羅斯的藝術品 而且是價值4600萬美元 那芬蘭的外交部還說 歐盟制裁名單包括藝術品 這些藝術品被視為奢侈品 結果呢 其實這個芬蘭的海關也有特別講到 說我們沒有沒收喔 我們只是要扣押這個證據 因為呢這個是屬於制裁的這個範圍 那所以呢這個所有權還是歸於俄羅斯的 可是你就是有把它扣住啊 俄羅斯的議員就很不滿了 說這根本就是沒收 而芬蘭這樣做是盜竊 而似乎整個歐洲不僅是歐盟跟北約都封了 我請教一下這個閻老師 芬蘭這麼做有理由嗎 而現在要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其實這樣做 就很快的就比較容易可以加入北約呢 我覺得芬蘭可能是好意 是想說萬一俄羅斯以後 這個戰爭跟烏克蘭擴大之後 如果跟北約發生的直接衝突 這些藝術品萬一被戰爭給損壞了 多可惜 我放在這裡幫你保存一下 所以有一點點類似 當年真的是 我們講的說八國年軍 他們拿走了我們 就是中國歷史以來多少的寶藏 帶回大英博物館什麼 可是後來有的人說 他說還好運到那邊去了 因為如果經過大陸的文革也沒有了 所以有些帝國主義用這個當作藉口 可是我們看到最終會被譴責的 包括最近我們非洲好多國家 法國最近在還北南 在還布吉那法售好多寶物 就是他當年運走的 當然這不是運走 這是扣留 可是好像聽起來說是制裁的一部分 可是今天說老實話 如果今天這個是他借給你展覽的 你沒有什麼理由扣的 而且他這個其實是什麼 是到義大利展出到日本展出 然後經過芬蘭 那芬蘭就直接把它留下來 這個完全是沒道理的 而且現在又說 好像據說有最新消息說有還 還了是少部分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這麼做 剛剛老實講沒道理 沒道理還要這樣做 但是沒道理大家反正都一起來 也不是只有芬蘭這麼做 但是我覺得芬蘭 因為現在芬蘭這個新的政府 就是這個政府是跟過去 比較跟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 政府不太一樣 那也提出想要加入北約 說不定說我先做個動作 讓北約感覺我真的是很有誠意 要加入你們來對抗俄羅斯 這個我覺得會有這個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官員決定了 就覺得說這些寶藏在這個時候 這個藝術品在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還給俄羅斯萬一打仗 或者經過什麼或者這個展覽 就是路上風波都不好 所以就暫時扣在我這最安全 有人常常會自以為是 說你們這邊家裡頭在吵架太亂了 放在我家比較安全一點 好不過當然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有講 瑞典芬蘭是不是加入北約 當然還是取決於這兩個國家的決定 不過就在前天不是才有消息嗎 說今年夏天就渴望可以加入 這個也是現在目前 北歐方面最新的一個發展 不過我們很關心的其實不是這些寶物 是糧食 糧食如果真的缺了的話 大家餓肚子了 那才是真正最深切的一個感受 那偏偏我們如果把美國跟印度放在一起來講 韓濱這可就有趣了 因為我們看到拜登跟莫迪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談 但是說實在的 現在印度會不會說 你不要再一直這個美國 要對我指指點點 要求我要配合你 你自己也自求多福吧 為什麼呢 因為跟糧食有關 美國的東小麥糧率 怎麼會逼近新低呢 它不是一個糧食大國嗎 那我們看到 美國農業部在星期一 有發布他們的這個最新的農作物的進展報告 結果居然 它的東小麥評級優良的才只有30% 然後比1996年當時的這個數字 也高出一點點而已 去年那個時候呢 是大概超過了五成 百分之五十幾 春小麥現在狀況好像也不好 啊 所以呢 目前播種進度是3%呢 那這樣的話 對於美國來講 它的東小麥狀況不怎麼樣 哦 春小麥播種的情況也不好 這對於美國來講可是一大考驗啊 當然啊 因為 美國自己本身是一個農業大國 它的小麥供應啊 相對的這些其他的這些玉米啊 這些供應一直都是世界的大宗 可是問題是美國這幾年 其實氣候變化非常大 它這一次應該是受到 氣候的影響的關係 所以它一下子超出它的預期 乾旱 對 乾旱的關係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它的作物不如意其的話 那尤其現在世界正在處於一個動盪 全世界都在搶小麥的時候 它是不是理論上來講 它應該要想辦法去 先囤積一些小麥這些東西 對它的戰略上比較安全 可是問題是 現在本來產小麥的兩個大的地方 俄羅斯它不可能跟它買了嘛 然後 烏克蘭現在正在打仗 也沒什麼小麥可以產出了 那現在要找誰呢 那恐怕你要找印度 印度 來 印度有比較好是不是 來 印度現在預期的是小麥豐收 所以它現在不但是自己吃夠 可能還可以貢獻給其他的國家了 預料今年的產量可以達到1.11321公噸 足以應付南亞 東南亞 歐洲 西亞 甚至是北非的需要 知道之前說非洲像埃及就很需要嗎 所以現在印度反而說 對啊 所以你看 我自己吃都夠 所以美國你自己要稍微自求多福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誰 永遠高高在上的 風水輪流轉 總會有人運氣好 有人運氣不好 今年看起來是印度風收年 它很多東西好像都剛好站隊位置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大概 也不敢對印度太硬 因為它很多地方恐怕需要 包括戰略上 包括經濟上 包括甚至包括原物料上 可能都會需要跟印度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覺得看來美國 至少在一年半載之內 是拿印度完全沒責 而且事實上糧食 你看尤其像在今年有 俄烏戰爭這個變數 那糧食的確可能會不夠 甚至糧價也會飆升 那麼你看現在呢 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這個哈薩克 哈薩克呢 它現在就被俄羅斯 斷了小麥的供應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承認烏冬獨立 所以呢 它不承認 拒絕 拒絕承認 是 拒絕承認 拒絕承認烏冬獨立的話 所以呢 它當然啦 這個俄羅斯就會來給予什麼 反制的手段 就用糧食這一招了 對不對 介大使 對 現在這個外面報導 就是哈薩克是 很多面粉工廠停工了 主要就是說原來要 俄羅斯同意要運到 這個哈薩克的小麥 現在停運了 當然原因不明啊 那只是猜測就是說 因為烏克蘭事實上 那個哈薩克對於這個 俄羅斯承認那兩個 烏冬的共和國 並沒有跟進 那我想這個外界 外界這個在猜測的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哈薩克它從1991年 獨立以後 它也是在走一個 平衡中立的政策 它可是走的沒有 像烏克蘭走成 今天走成災難性的 最後變成全面反俄 這個哈薩克 它也是走向西方開放 甚至它跟北約也有接觸 可是它沒有說 今天要加入北約 那它是在俄羅斯 跟西方社會之間 它尋求了一個平衡 那它就是做到了 像這個寄星所吉祥的 東西交流的一個橋樑 它沒有作為東西 衝突的一個前沿 這是它聰明的地方 可是呢 它也不想再作為 在過去在蘇聯時代 是作為俄羅斯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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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等於說 等於一個加盟共和國 它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對我們剛剛談到的就是說 俄羅斯有斷哈薩克的小麥供應嗎 只因為哈薩克他們是拒絕 承認這烏東這個共和國的 獨立的地位嗎 所以俄羅斯就要這麼做 那事實上這個是來自於 香港東網的一個報導 也不是說完全我們在這邊虛構 或者是亂說 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取得的這個新聞的來源 但是事實上呢 這一點我想 剛才我們特別談到的就是 糧食的供應 這本來就是俄羅斯的一個手段 它除了糧食它就是能源嘛 那所以呢現在這個糧食的部分 的確讓哈薩克它感到什麼 小麥的價格不但是漲 而且東西越來越少 不夠了的話呢 這個麵粉加工廠 您剛剛也談到了 停工 那現在其實哈薩克 到底它在外交上面 它是要用什麼樣子的一個態度 它是不是已經開始在調整了 我以前都是什麼 我跟俄羅斯非常的靠近 那對於俄羅斯來講 哈薩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夥伴 戰略的夥伴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點慢慢靠上中國了 因為呢 現在它可能在許多 在能源的供應上面 可能也要跟中國要加大它的合作 所以一帶一路也是嘛 對 所以就這點您來看 您的觀察怎麼樣 當然 哈薩克不會把它的所有的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裡 放在俄羅斯裡面 那它跟它 跟它在這個舊蘇聯時代有什麼不同 所以它一方面跟外界激起接觸 那有兩個重點 一個土耳其 一個中國大陸 土耳其前一陣子 他們把一個突厥國家聯盟建立起來 哈薩克也是突厥國家 這個國家範圍非常大 都是在這個同一個地區的 所以這是它一個在外交上的一個 一個新的支柱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另外跟中國大陸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 哈薩克總理托卡耶夫 講流利的中文 他是外交官出身 在北京待過蠻長段時間 中文非常好 所以托卡耶夫他們這個 基本上跟中國大陸溝通無礙 就是說溝通沒有障礙 然後中國大陸現在又是 這個一帶一路 給這些需要基礎建設國家 能夠提供最好基礎 基礎建設的這種協助的 這個可以說是唯一的 因為你去找日本 日本人龜毛的很又貴 還有一大堆條件 那歐美根本沒有競爭力 所以全世界現在能夠提供 這個大規模的基礎建設 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事實上的話 就跟中國大陸關係很密切 那不過我覺得它也不會 隨便跟俄羅斯關係 有什麼大的一種不目的狀態 因為它跟俄羅斯 有三個組織連在一起 一個是集體安全組織 紀比的前幾個月 它發生這個政變的時候 就靠集體安全組織 把這個事情壓下來 俄羅斯協助平亂 對還有一個歐亞經濟聯盟 這也是跟俄羅斯的 在這個中亞 這一代的俄羅斯 還有一個獨立國家聯盟 這三個還有一個上海合作 它跟俄羅斯單獨是這三個 另外還有一個上核組織 所以其實看起來 哈薩克雖然跟俄羅斯 也不是水乳交融 可是它比烏克蘭高明多了 比烏克蘭高明多了 它非常 它也在搞權力平衡 可是它不會自己 把自己搞到魚死亡破 就跟烏克蘭現在這樣子 它內部它也不搞 它也不會去搞這個 搞這個極端民族主義 極端的這種 納稅是這樣沒有 烏克蘭專稿 烏克蘭搞這個稿 它最近它今年還要開一個 所謂的世界宗教和 傳統宗教和禮修大會 它要跟把這個教宗方濟課 9月還要去哈薩克訪問 那這些 這個哈薩克是回教國家 因為回教國家 它在宗教上都有如此的寬容 跟包容性 對你不得不小看 哈薩克這些主政者 他們的胸襟跟他的眼光 那跟烏克蘭 烏克蘭跟他真的是不能比 所以哈薩克雖然 他也堅持 他跟俄羅斯 沒有錯 我集體安全跟你 集體安全 可是有關 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話 他也不會完全聽俄羅斯 因為他也是預謀覆明 他也怕俄羅斯 將來也把他 一兩個省弄去以後 我也承認他獨立 所以他不是經過 一個合法的程序 聯合國認可的領土改變的話 他也不會隨便承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哈薩克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的政治領導人物 從各方面都比烏克蘭的成熟理性 而且有經驗 不過就這個運輸的部分 寒冰 我們看到哈薩克的石油 跟俄羅斯的石油 在新羅西斯克港口 這個地方混合 裝載一塊兒由港口運送出口去 不過因為有戰爭 買家會覺得這條路不安全 那所以現在難道說 中國跟土耳其跟哈薩克 現在要緊密的合作了嗎 因為這條路是會經過土耳其的 是 其實你看嘛 我們前兩天也報導過 中國大陸要送那個 那個飛彈去亞薩拜爾的時候 就中間在土耳其加油 所以表示中國大陸 一直跟土耳其的關係都不錯 而且之前土耳其本來要買的飛彈 是中國大陸的飛彈 是後來被美國施壓 才放棄了去購買 所以當你跟土耳其的關係 比較好的時候 哈薩克其實跟中國大陸的合作 也相對的多 而且中國大陸往中亞的油管 全部都經過哈薩克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現在俄羅斯看起來 局勢是非常不穩 那哈薩克就像剛剛介大使講 他一直在西方跟俄羅斯中間 他一直想要求取一個平衡 然後所以呢 他也不會過分的導向哪一方 那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會刻意避開俄羅斯 對本來這條是通俄羅斯 本來是通俄羅斯的 他們現在會避開這條路 去往這個中亞 從土耳其這個方向過去 這樣子第一個 你可以避開國際的爭端 而且最近 最近不是 那個歐盟這些國家 有一個新的標準就是 你天然氣啊這些東西 如果是單獨有俄羅斯公司出口的話 我不准你出來 可是如果是有跟其他合資的 對對對 對就可以了 所以他這一條未來 會變成一個大管道 我覺得很多俄羅斯的石油 反而會偷偷 會導過來偷偷從他這邊出來 你知道 我覺得會另外 變成另外一個管道出來 所以我覺得 哈薩克也在掌握自己的機會 那中國大陸一定也會看準這個時機 我覺得大家面臨這種變局的時候 都會想盡辦法去做其他的轉變 你這個跨離海運輸路線 假設這個戰爭真的千言日久的話 我覺得這條路線會越來越興盛 你要知道就之前中國大陸通中亞鐵路 一開始那個貨櫃運輸 一年才沒幾個 現在已經超過七千個貨櫃以上 它會越來越多 我相信這條 因為這次的戰爭因緣際會的結果 還有東西方局勢的結果 這條路線會越來越興盛 好 來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哈薩克 剛才介大使有提到 他們有參加這個中亞跟土耳其 有個什麼突厥的聯盟這種 我確實是 我是去過中亞 所以我知道大部分的中亞國家 他們講的語言跟土耳其語 其實很接近 很快就通了 你會那個這個 譬如哈薩克 吉爾吉斯的語言 你很快就可以跟土耳其語言上口 就很容易學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們那個關係 第二個都是伊斯蘭國家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你說俄羅斯跟哈薩克過去關係再好 基本上一個就是穆斯林國家 一個是東正教國家 哈薩克有七成 宗教就是不一樣 對 宗教就是不一樣 而且他們兩個都是產油國大國 所以在經濟上面有一些競爭 但是這一次小麥這個問題 確實現在對不僅是哈薩克 對很多中東還有北非的國家 都是蠻嚴重的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是穆斯林的災界月 那災界月就是有點像我們過年 就是你白天12個小時 就是從太陽升級到太陽降落 不能吃東西 可是晚上要準備豐盛一點 他們現在覺得說好慘 他們好像都覺得無法面對阿拉了 就是覺得他們準備的東西不夠 因為實在是太貴了 也缺物質也貴 那更重要他們的主食小麥 也這個價格漲得太多了 甚至過去他們有了一些食物銀行 他們說我們自己都不夠了 沒辦法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麥的問題 確實是對哈薩克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哈薩克在中亞 說老實話 它是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為它是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內陸國 它是沒有港口 否則的話它的石油輸出 對它來講應該不會是一個大問題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 好